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同业大亨失踪 据信被警方拘留 Ozen Peak风险 更高的利率推动对餐饮股的空头投注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中国同业大亨失踪 据信被警方拘留 彭博社 据消息人士称 中国同交易公司麦克金属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 合金币已被警方拘留审问 他被拘留的原因尚不清楚 麦克曾负责中国四分之一的同进口 但在去年中国的新冠封锁期间遇到了财务困难 并受到债权人的法律诉讼 他的失踪引发了对该公司未来 以及对同行业的影响的担忧 Ozen Peak风险 更高的利率推动对餐饮股的空头投注 彭博社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